你拿去吧 从今天起 你就住在这府里 若有什么事 就叫门外的丫鬟 别在府中乱跑 你记住 这府中可没多少人喜欢你 放心 我会乖乖待在这屋子里 做小姐 绝对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怎么了 我又说错什么了 你会这么安分 我不安分 可是我懂看眼色 殿下想要孝顺王爷 自然不会多为难我 不过对于我进王府 心里还是不舒服的 我又何必触你眉头呢 万一哪天 殿下大发善心 让我出去偷偷疯 我不就可以出去了 你知道 九亥 别参徒太多 太好了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拿回淘宝了 还能去看花灯 花灯姐人这么多 我就不信 找不到机会溜出去找竹先生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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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儿 我都会派人把守 依我看 这里 这里 还要我这里派一些安围进去 少爷 明月山庄的人已经到京城了 看来 京城要热闹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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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门关刺杀我们的人 有消息了 是谁 是明月山庄的人 他们进城的时候 我刚好经过 看到了在天门关刺杀我们 被我们扯下面金的那个人 不过 那天指挥的人是个女的 会不会是柳明月 柳明月不可能 刺杀还用不着她出手 不过我倒是听说 明月山庄有个大小姐 年纪轻轻就文武双全 我觉得她的可能性比较大 少爷 那要不要报官抓她们 仅凭一个人 而且人证只有我们两个 还是不够的 我觉得 还是先找到人 拷问看看 有什么线索再说 袁冲 你们先去巡查一下 我去一趟明月山庄的花楼 没准儿 还能拉到一点好处 你堂堂一个世子 怎么学会开游浪 明月山庄慈系闻名天下 不知挣了多少银子 你看兄弟们累死累活的 让他们出点血 也是应该的 好 去通知你们庄主 就说王爷世子找到游戏上来 诺 不知殿下亲临 有何指示 看柳庄主一介女流 竟然短短十几年内 让明月山庄成为皇商 而且大有压倒飞云宝和莫府之事 本世子很好奇 柳庄主有什么秘诀 哪有什么秘诀 全凭王爷和皇上支持 妾身才能撑起这个庄子 柳庄主不想说就算了 本世子这次前来 就是来告诉柳庄主 此回京城也不太平 自己的秘诀 曹桂月莫若妃 在天门关遇袭 大年三十 又遭暗器袭击 现在的歹徒 还真是越来越放肆了 所幸并没有得逞 要不然 妾身就失了一个好对手 皇上命本世子 为此次花灯会的侍卫统领 保护大家的安全 可是 花灯会这么多人 难免会出疲劳 要是有哪个不开眼的 冲撞了柳庄主的花灯会 柳庄主还别介意 黑雁 去看 凡请殿下避霍 柳庄主慷慨 那本世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柳庄主请放心 我会派人紧紧盯着明远山庄 保证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谢殿下眷顾 抗听人说 柳庄主心灵收强 此次花灯节 也应该布置得独具将心 不知本世子有没有眼福 可提前参观一下 当然可以 请 阿福 都准备妥当了吧 妥当了 安排的都是皇上爱吃的 不气 在看什么呢 王爷 我好久没看见大哥和甘明了 不如我们去莫府画楼吧 我好想看看他们 今天各大商谷鄙视花灯 我要陪皇上在一起做平叛 以我的身份 怎么能在那儿出现呢 你去吧 我去 谢谢 谢王爷 快点回来 诺 我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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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大姐 来 这边 大哥 谢 你在我府裤子怎么样啊 还行吧 大哥 今年花灯节 你要么把握赢啊 我看啊 这个赌方已经开了盘口 目前赌末不赢的 已经是一赔二了 你要是有把握 我就去压个三百两 三百两 你什么时候存了这么多银啊 小心别赔光了 我告诉你 大哥 你这么没自信啊 那算了 我还是先帮你去明月山庄探探点 如果他们的花灯节目很好看 我就不赌了 我谁都把银朗都配过 谁 走 待会儿从明月山庄出来 我就去赌场 赌场人那么多 还有前后门 你们总看不住我了吧 那我就有机会去新元当铺找竹先生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为什么没和父王在一起啊 这路人人都可以走 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把他给我带到观点台去 别让他给我到处乱跑 凭什么 凭我随时都能把你逃拨再拿走 带走 带走 诺 师父 我昨天都会有人呀 准备了 我们早点对最后 我说まぁ 可不可 那时候她能够走 你等候 等一下 孟靠 救命 善良 善良 我要再去 请她 让你过去 大小姐和二小姐长得如此相像 万一哪天被众人看到了 被莫府的人知道 那二小姐岂不是有生命危险 这是师父的安排 如果她被人发现 那只能怪她自己能力不足 再说 如果她死了 不是更好 原仇 怎么样 打开看看喽 你还真问明月山庄要贿赂啊 皇上知道非骂你不可 你不说我不说皇上怎么会知道 怎么 你不想要啊 不想要就分给兄弟们了 兄弟们辛辛苦苦的也不能让人家白猛 行啊 出事的话你担着啊 好啊 来兄弟们 分了 我走了啊 小柳 我刚才看到了天文官刺杀划不起的人 就在花楼里面 只要他从花楼出来 你就带人跟他闹事 我就以借头兜偶的名义把他抓起来 明白 走 走 站住 干什么呢 有位大爷 让我来给你们送一封信 说是给你们家大小姐的 送信的人呢 那位大爷戴着斗笠 我也看不清楚他长相 下去吧 下去吧 谢谢 少爷 为什么要假装是连衣客送的信 连衣客神出鬼没 谁也不知道他的行踪 如果说要是那个人 他不出来该怎么办 只要有人掉进陷阱 就一定跟天文官的刺杀有关 我们只要抓人审问就行了 大小姐 刚刚有人送来一封信 天文官一事 何方小胡痛见 送信的人呢 是一个乞丐 属下已经问过了 让他送信的那个人 带了斗笠 那个乞丐 没有看清楚对方的长相 你派人去查查 看是不是连衣客在搞鬼 诺 做什么 我的追星 你干吗你们 抓人还有理呢 给老刀起了 你们干吗呀 你们 街头斗殴 全部给我抓过去 殿下请留步 殿下 明月山庄管教不严 望殿下恕罪 殿下抓的这两个蟒夫 是妾身的手下 还看他们没有犯什么 大错的份上 望殿下恕罪 望殿下恕罪 殿下抓的这两个蟒夫 妾身感激不尽 柳庄主这事 要我当众寻思 不敢 本世子办事一向依法言行 绝不会偏袒 街头斗殴关押三日 柳庄主 我看你还是去衙门里人吧 明月山庄一向以礼待人 你们竟然敢在街头斗殴 给我去牢里好好反省 带走 诺 少爷 我们该怎么办 静观其变 你何时才能学得聪明一点 连一课如果有证据 早就已经承报官府 又何必来引你过去 他只是猜测 你却派人回应 岂不是让他更加确信 天门关刺杀的人就是你 情无知错 情无一定会想办法补救 不用了 我已经对他们尸毒 他们活不过六个时辰 你好好准备 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诺 黑燕 我待会儿要去念见皇上 花楼的事情你来处理 诺 参见皇上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虽说弑农工商 你们排在了最后 但朕心里清楚 天下兮兮皆为力来 天下攘攘皆为力王 正所谓逐利为商 没有你们 朕的天下不会如此繁荣 所以朕开先河 每逢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宴请诸位于此 就是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 共谋经济发展 谢皇上 皇上 草民一定无复圣恩 皇上 非允宝全靠有皇上的扶持 才有今日之规模 草民一直感恩圣心 私养战马 日夜不敢怠慢 谁料天不随人愿 非允宝突发马温 原本年底要上交朝廷一万匹战马 目前只能上交八千 所以恳请皇上恩准 其余马术一年后再给一步棋 马温 朕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 请皇上明察 的确是突发马温 皇上 非允宝的确是突发马温 也曾在各地购买治疗马温的药材 皇上派人一查便知 但据朕了解 非允宝尚有战马一万余匹 马鞠过千呢 回皇上 这都是马温前的情况 马温前 云宝主 朕派去的亲信 可从来没有跟朕说过这件事 你是想利用战马之势 谋不义之才吧 用用啊皇上 草民一心为皇上 岂能做出那些勾遣勿潮之事 定有人存心污蔑 请皇上明差 那云宝主的意思是 皇上听信谣言了 北野王不安分 皇上需要这些战马来束手边疆 云宝主既然已经跟皇上签订了战马的协议 一句马温就想免责 未免也太儿戏了吧 算了 至于马温是真是假 今天朕先不追究 云宝主 正月过后 如果朕看不到这一万匹战马 你就提头来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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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明遵旨 爹 这正月过后一万匹战马 怎么才能凑齐啊 这你怎么不跟皇上求求情呢 爹 这皇上对飞云宝的事情了如指掌 唯独没有收到马温的消息 这马温又来得突然 现在看来 这马温可能不是天灾 是人祸 刚刚柳明月话里挑拨之意明显 难道这件事情是他干的 这明月山庄到底什么用意 我飞云宝私养马匹 跟明月山庄有什么关系 他为何要害我飞云宝 飞云宝和莫府是因亲关系 亦损损亦容俱容 而明月山庄想要对付我莫府 飞云宝购买战马 又要用到大量的现银 如果明天光顾招标上 莫府的现银不够 飞云宝也无法施以援手啊 我现在就去把他们花灯给拆了 看他们今天晚上拿什么表演 弄好了没有 舅舅 现在当务之急是凑齐战马 您觉得现在战马凑得齐吗 试试吧 我现在联络各大马庄 用高架收购他们的马匹 希望能躲过此劫 羽山啊 光阴流通权一事 我可能就无能为力了 您好好准备你的花灯晚会吧 今晚 一定不能输给明月山庄 由于是 一个大马区 这有一个不少都一直 要不少过的 好 很快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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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元宵节灯会 一定大有看头 七王 意下如何 皇上 真是目光如聚 两幅花楼到目前为止 都只是寻常的花灯点缀 想必好戏就在后头 七王 咱们两个好久都没有赌一把 今天晚上咱们就赌一赌 看看谁最后胜出 我押明月山庄 臣 也押明月山庄 七王 你不是和莫府一直交好吗 怎么也押明月山庄啊 皇上 臣 年轻时候那些 风流丈 想必也瞒不了皇上 我和莫府也没有什么交好 只是莫府替臣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女儿 臣是心存感激 所以最近才会 朕跟你说的是豆灯 你怎么谈这些 是啊 我要宫也不得好 爹 你不得好看 真是 二十万仑 没有休息好 所以才会画手 而且啊 今天这灯会人多眼杂 他是担心皇上您的安危 所以故意不说什么话的 玉儿 今天晚上戒备森严 闲杂人等是进不来的 不用那么紧张 多 来 赐座 谢皇上 你就坐在朕的身边 看着我 在朕的身份 另过来 我承担着 这还是 能不能改变 你不想 他们这只要是 让他摇清一样 我有的 这些意义 也是 我囡准 但这还不客气 却过去 这些人 也不客气 就是 这种意义 无论是从能力 心思 巧匠 明月山庄都占起了 莫府虽有银子 莫若飞又是个经商奇才 但是在巧匠画工上 却远远赶不上明月山庄 所以 微臣认为 明月山庄会胜出 不过朕倒听说 这莫家的当家少爷 莫若飞 十岁的时候 就能掌管当铺 心思缜密 精明能干 你说今天晚上 他会不会出什么奇招 胜过明月山庄呢 齐王 你不是一向信得过莫府吗 怎么今天在斗登这件事上 你就含糊了 武器 皇上 你给朕说说 你觉得哪家能胜出啊 当然是我大哥了 说来听听 我大哥的心思 比一般女子都要细腻 怎么就比不上明月山庄了 肯定是莫府婴 坐下吧 齐王 女儿家外相 他 很担心的 č 李 伯母 不然是莫府 就会不会出过 绝腾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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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妮儿 咱们的船 是有莫釜的 娘 她也够的 漂亮吧 美则美 不过我今晚斗的不是花刀 是人心 妙哉 妙哉啊 是啊 这龙冬时节 穿的都是眷纱 体态轻盈 足以勾魂射破 足以献煞旁人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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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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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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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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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